大家好 那個 有一個禮拜了 我是總理 然後那個 我 欸 這個什麼非得不見得呢 我是楊總理 我是哲學新曲 我也是哲學新曲的志工 那常來哲舞的人 對我最後不會太陌生 那其實我另外一個身分 因為交叉持股很多 就是在各個不同的領域陌生 那我其實我也是在台灣 廢死聯盟的職位 就是對於很多人 覺得我們是邪惡團體蠻好的方法 那就是邪惡團體的職位 那其實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這個議題 其實 這個 其實要談白色恐怖的那個年代的死情犯 那所以說今天很高興 其實我們今天有機會可以透過索文來談 他這本 還是算新書 然後 《無法送達遺書》裡面他的作品 其實在讀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我跟剛剛那個敬禮一樣 就是 內心會忍不住激動 然後掉淚這樣 那因為我覺得 那一方面當然是因為 蘇文他的溫筆 然後很真實地呈現出當時的那個氣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對於那一段歷史 呃 也許我們當然沒有參與到那段歷史的現場 的過程 那可是 就 心裡會有一種 我覺得那種是一種義憤天衣的感覺 那 這個義憤天衣的感覺要怎麼去處理 我覺得其實就是轉型正義很重要的一個意義 很重要的一項工作 那轉型正義這個議題我們在哲午其實也討論很久 我們在哲午其實在哲午去年1月17號第一場 其實就在討論轉型正義 那 中間過程 包含其實我們是上個二月 好像是二月左右 也討論過一場 我們在戶外舉辦的哲午 也討論過 請那個陳曉華老師來談轉型正義 可是他是從哲學的角度去談 那 我覺得今天我們不只從文學 然後看到轉型正義 那可能待會說我們會談一下他的作品 另外一個部分呢 我 我也要順便再當一下這個今天的語談人 說回應 回應人這樣子 那 可能會談有關於就是 斷運死刑這個議題 裡面其實我要談有關於司法的 的一些轉型正義的工作 那 我自己剛好也有做一點點 因為我自己的碩士論文就是寫有關於司法的 轉型不應的一個問題 那 所以我待會會做一些稍微一點點回應這樣子 但是我們先就是請書文 直接跟大家做一些介紹 好 就開始講了 我就是 剛剛同學 同學們 在自我介紹的時候說 因為想要了解228 所以來到這裡 那也許我就從這邊開始講了 就是說 這種 把228 跟白色恐怖混淆 的狀況 其實非常的常見 那 這樣子的混淆 本身 其實說明了很多事 那 228呢 是發生在 1947年 2月27號 的一個棄死炎 就是說 它一開始 它是因為棄死炎 而來的一個 人民 跟警察 也就是 人民 跟國家自信 合法的暴力 也就是人民 跟合法的暴力 而且這個暴力 包括了警察 跟諸葛 之間的充填 然後在 在228那天晚上 一直延續 這個街 街口罩的充填 一直延續到 3月 一直延續到3月 一直延續到3月 然後後來 228 次上是227 227那天到3月8號 以及3月8號之後 叫軍隊來以後 一直殺到5月 這整件事情 叫做228 事件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白色恐怖 是 從1949年底開始 對於 有組織化的 地下黨 和地下黨的 民眾 或者是說 用國民黨的角度來說 是 嗯 判亂組織 就是 清理 那一個 一個比較簡單的 去化分 228跟白色恐怖的 方式是 228死掉的人 沒有經過審判 簡單說 不是軍隊來 是給談 所以有很多 我們現在聽到的很多 酷師的傳聞 那 但是我們 簡單說 就是說 228的人 他們 被這個國家殺死的方式 是 呃 嗯 是完全沒有經過 所謂的審判的過程 但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白色恐怖年代的死刑犯 他們 有被審判 也正因為他們有被審判 才會有 解嚴之後 吃飯的解嚴之後 十年吧 1987解嚴嘛 1998之後 才開始有 呃 所謂轉型正義 關於什麼的討論呢 關於那段時間的政治審判 到底是不是不當審判 這樣子的討論 也是在一個不當審判的認知底下 我們要開始談論轉型正義 如果那是個正當的審判 那就沒有所謂轉型正義 要去爭執 所以 呃 我今天完全沒有要討論228 我只是在說 呃 從大家的 大家對於自己興趣的表達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至今228還是跟白色恐怖 相毀搖在一起 但事實上 他們在歷史上是有連續性 然後 當時228 他存活下來的年輕人 說 在那樣子的大抵抗跟大毒傷 之後 的呃 的過程裡頭 存活下來的抵抗的年輕的心 他們當然是有為數很多 後來就進入了比較組織化的那種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地下黨的組織狀態嗎 就是說對當時228的抵抗者來說 就是說沒有組織 缺乏橫向的人性 然後在行動上缺乏技術等等的 本來就是大家在運動失敗之後 被被清掉之後會去思考的問題 好 但是228我們就先擱在一邊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白色恐怖 那我首先來談一談就是說 呃 當我們談到白色恐怖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會連接到一個概念 叫做轉型正義 那我簡單的說一說 嗯 對我 呃 就 呃 因為歷史本身是 本來就很複雜 然後很 嗯 它是一個多面題 所以呢 其實我們可以有各式各樣的方式 去界定白色恐怖的事物程 對 但是對我一個從事文學的人來說 白色恐怖對我來說是什麼呢 白色恐怖對我來說 事實上就是一個 一個政權以軍事審判 以軍事審判的方式 對政治異議者進行系統性的逮捕跟殺戮 那軍事審判喔 軍事審判事實上大家可以去注意就是說 嗯 幾乎可以說就是所有的軍事審判 特別是把軍事審判拿來當做政治審判來用 這樣子的歷史情境裡頭的軍事審判 其實都是一場笑話 就是就是說它的審判過程經常都是不正義的 那以白色恐怖來說喔 這本書裡頭所有最後被判死刑 然後被槍決的人 他們從被逮捕的那一刻 被逮捕的那一刻 他們是被秘密逮捕 他們被秘密逮捕之後 裡頭為數眾多的人 他們被逮捕的時候 他們的眼睛是被蒙住的 也就是說他們若為當事人 他們不知道他們要被送到哪裡去 他們是被送去審判機關嗎 他們是被送去地方的審判機關 還是中央的審判機關 他們是被送去天律嗎 還是他們是被送進某一個有黨 所結構起來的思考空間裡頭 他們都不清楚 對 然後甚至連他們被被送入境都不知道 就是說夜裡頭被抓 然後被蒙住眼睛聽得到吉普車 聽得到吉普車的聲音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很懂得聽吉普車的聲音 因為那個是官的聲音 那是做官的啦 那他們從被逮捕的那一刻 他們就是被秘密逮捕 只有他們恰巧旁邊 如果他從家裡被逮捕的話 家人知道他被逮捕 他如果是從宿舍被逮捕 或是單身宿舍被逮捕的話 可能旁邊沒有人 那也有是從蛋公室被逮捕 他們被逮捕之後呢 很多是被先送去我們現在俗稱保密局的機構 被送去保密局的時候 沒有任何人知道他被送到哪裡去 他的家人 比如說連他自己 然後他的同事 有朋友 甚至是與他同案的人 我們三四個是因為同一個案件被逮捕 會被送會被同時嗎 或是分別送到哪裡去 那送到保密局的過程 沒有任何人知道 那保密局呢 是最重要的審訊的地方 也就我們一般所稱的用刑的地方 是在那裡用的 如果有人在被逮捕之後 被刑求的話 那個刑求的過程 是在類似像保密局這樣子的地方 特務間 由特務進行行訓 或者是審訓的地方 那有一些特務他也許不需要 有些特務他用的不見得是那個 身體的虐待 也有很厲害的 他們是在精神上面讓你崩潰 那你要一個其實喔 一個洞悉人性的特務 一個洞悉人性的特務 他只要掌握到 你對於世俗之愛的渴望 在這個封閉的空間之外 在你的理想 在你的政治理想 跟你的同志 對 以及革命的激情之外 你還另有所愛 你還有愛人 你還有放不下的人 你還想活 你都有可能會因為 這樣子的一點點對於生 對於活的渴望 而說出特務要你說出來的東西 那很多時候 這些人他們說出了 他們供出了特務要他們供出來的東西 他們是相信他們如此做 他們的同伴是不會被判很重刑的 有的時候他們也是被雀躍著說 你供出來 大家出來高高耶 那個自白居使者大家都可以回家 那人在很脆弱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寧願相信這四個選項 那這個地方是在保密局 保密局行完了問完了供完了之後 再送到軍法處 那就是一律都送到台北的青島東路3號 的那個軍法處 那這個地方在哪裡呢 事實上這個地方大家都很熟 這個地方又在立法院後面的地方 那如果你們有反國貌的話 那個就是每天大家守在青島東 跟正江街口 對 就是在那個地方 你如果非常愛電影 國家電影資料館就在那邊 那你如果半夜的時候 想要一個比較乾淨的地方尿尿 你會跑到那個喜萊登飯店 對對對 像我們那時候 半夜都是喜萊登飯店尿尿 就是搞運動的時候 所以呢 從喜萊登飯店 一路一直延續到那個 國家電影資料館的那個整個青島東路 那個地方就是軍法處 也就是所有的政治犯 他們在他們在全台灣各地 被送到不同的保密局之後 刑完了訓完了 該要的名字都要出來了 然後送到軍法處 也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地方 所以事實上那個去年三四月的時候 因為我是 那個時候你也在守青島東路嗎 就是就是那個時候每一次 有的時候在青島東路做到半夜三四點 都有一種恍惚的覺得 覺得自己 自己把自己放在一個空間裡面 但是我在這個單一的空間裡頭 我卻面對著好幾層的時間 有一個此刻的時間是 我正在反途嗎這樣子 對那也有非常多非常簡單的生理需求 比如說我好想睡覺 我想回家睡覺對不對 然後我們運動會不會失敗啊 怎麼叫做成功不知道 也有好幾次半夜大家在外面哭啊 有的 對就是這個國家什麼都不一樣 大家在那裡哭 哭一哭 然後又想到說 欸我記得有一天半夜就好清楚 對啊我現在不就在 你不就在當年的金法處外面嗎 以前那些人 同樣年輕的人 二三十歲 對不對 他們就好長一段時間被關在這 這些東西都是我說白色恐怖的特質 到目前就是說 在我剛剛所講的這些過程 全部都是迷你的 從你被捕一直到你被送到軍法處 你的家人都不知道你在哪裡 你的家人沒有一分鐘知道你在哪裡 除非你運用特權 花錢去賄賂去問 到了軍法處之後 到了軍法處之後 特務以及國家機器 基本上大概已經知道了 你們這個案情的等待了 因為在上一站是負責行仇 跟讓你自白咬人的 所以到了軍法處之後 你可以對外寫信 也就在那一刻 你的家人才知道你是生是死 喔原來你在台北市青島東路3號 一個叫做軍法處的地方 第幾號 在那一刻是家人第一次知道他們的消息 但大部分的家人第一次知道他們消息的時候 得到的也不是信件 而是物資收發條 就那個時候還不准通信 送到軍法處之後呢 你可以寫一個條子說我欠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欠鹽巴 因為火石很糟的關係 所以那個在監獄裡頭 鹽巴是非常珍貴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跟家人說 你可以跟家人說 你可以跟家人要鹽巴 要營養的補給品 要衣服 季節更更替了 要黏鍋 那是你家人會第一次收到你的訊息 對 那經常都已經超過半年了 從你被捕已經超過半年了 這個過程都是秘密的 那比如說在這本書裡頭 剛剛大家在介紹的時候 有點不小心把他說的這本書是我寫的 我只有寫一部分 就這是一個集體寫作的過程 那我只是其中的一個角色而已 那今天來也是因為就是說 也不可能大家全全部都來 所以我們是每一個作者就是被分派到 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去介紹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對 所以如果等一下你們會叫我簽書 我當然還是會很樂意簽 但是我就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就為什麼只有一個名字也很奇怪 對 但是我們的工作狀態就是 其實是大家一起 那只是今天碰巧是我人在這邊 那我們不同的時候 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程式 然後跟讀者介紹白色恐怖轉型真意的這本書 好 那以我所寫的那個 劉耀廷案來說喔 劉耀廷他從被捕 他在1951年10月27號被捕 到他到軍法處 可以寫物資條給他太太 已經超過100天 然後呢 之後他開始可以寫信給他太太 到他被槍決 到他被槍決 從他被捕到他被槍決 總共是一年又五個多月 一年又三個月 也就是說有15個月的時間 他的太太見不到他 到他死 他太太都不知道他已經被槍決了 OK 所以我要說的是 對我這樣的一個人來說 從我自己認識白色恐怖歷史的角度來說 白色恐怖是什麼 白色恐怖是秘密逮捕 秘密審訊 這個秘密審訊的過程包括行求 包括用各式各樣的方式讓你精神崩潰 或是說讓你的自我 讓你放棄 讓你放棄你的自我的疆界 那個自我的疆界 除了身體的疆界 精神的疆界 信念的疆界 信任的疆界等等等等 秘密逮捕 秘密逮捕 秘密審訊 然後秘密關押 審訊完關押 然後在關押的過程中 秘密審判 審訊跟審判是不一樣 秘密審判 審判就是看你 然後隨便都派個 隨便派個軍法官給你 隨便派個軍法官給你 這軍法官是不會替你辯護的 秘密審判 然後秘密判刑 秘密判刑 然後如果你被判的是死刑 就是秘密強決 依我所寫的這個案子裡頭 劉耀婷的太太 從劉耀婷被捕的第一天 到劉耀婷死掉的那一天 她從來沒有機會 見到她丈夫任何裡面 而直到她死 他們的家人 沒有收到過任何的判決書 不知道判是甚麼 她的太太有的是 在一百多天她會問說 怎麼不趕快下判決 寧願趕快給我的判決 我才知道我接下來的日數要怎麼過 對 所以這整個從秘密待會 秘密審訊 秘密審判 到秘密執行槍決的過程 因為外界都無從得知 所以我們現在會說 這是轉型正義要計較的不當審判 對不對 而對我來說 這樣子的不當審判 尤其是槍決的case 對我來說 這個就叫做謀殺 從頭到尾都沒有人知道 對 這就是謀殺 那 所以呢 當然 所以當我們在說228跟白色魂不一樣 白色魂不是有經過審判的過程 228就當這些殺人 對 但是呢 我仍然要說 從我的意義上 呃 這些死刑犯他們是被謀殺的 那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頭 軍法審判是有她 她的那種獨斷跟殘酷性 對 那個獨斷跟殘酷性不在於說 你可以把人殺死 那個獨斷跟殘酷性是 外面的人沒有人知道 就是裡面的人備受折磨 外面的人也備受折磨 那這個東西就是 呃 因為時間很多 就是我要談的 就是 作為一個從事文學的人 但是工作的來自就是 就是這麼有事 那也因為她的那種 秘密跟黑暗的性質 才會有無法送達的遺書 有人在死前寫了遺書 可是沒有送到他們的家人手上 那這件事情呢 因為從來都沒有人知道嘛 所以也不會有人說 也不會有人去跟國家說 你怎麼可以扣留我們的遺書呢 這東西就是 我們台灣從簡言之後 一直到現在 大家都在談轉型正義 然後呢 我們談了好久好久好久 終於出現一句口號 我們總算出現了口號 可是當然一個議題 如果只留在口號的層次 這表示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 我們到目前為止 得到一句可以用的口號 叫做沒有真相沒有原諒 所以我們現在都還在找真相的過程 那我們也要不斷的不斷的問這個 鼓勵遺忘的社會 這個不斷的集體鼓勵遺忘的社會 問這個社會說 如果要我們原諒 總要知道我們要原諒什麼吧 我們不可能原諒虛空 我們不可能原諒一個沒有內容的東西 那如果要我們忘記仇恨往前走 我們也要知道仇恨的內容是什麼 如果我們要揚氣仇恨的話 我們總要知道我們要揚氣的那個 我們名字為仇恨的東西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不論你要淫忘也好 你要和解也好 我都要知道要叫我們忘記什麼 我們得要先記住 才知道我們要忘記什麼 我們得要先記住 我們才知道我們要超越什麼 我們得要先記得 我們才知道我們要揚氣什麼 我們得要先記得清清楚楚 我們才知道什麼叫和解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遺書 無法返還的這件事情 本身它就是一個征後 它就是一個我們這個社會 離真相還很遠的一個征後 那這本書只是試圖朝真相 往前跨一步而已 那我覺得我們任何一個 往真相跨一步的這個努力 其實都是試圖在擺脫虛無 我覺得對於所有的人來說 就是說透過往真相靠近一步 是為了要擺脫虛無這件事情 我個人覺得是很重要 就是說對我來說 我是非常非常不忍心 因為心有所愛 對這個地方 我們如何描述這個地方 當然很多人看法不同 有人把這個地方描述成為國家 有人用土地 有人用家鄉等等的 對但我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對這個地方心有所愛 所以你不忍心它變得 變得那個叫做什麼東西 犬儒 變得犬儒好像好像沒有是非 是非不重要 變得犬儒變得虛無 然後覺得行動沒有意義 反正也不會贏 對就是說這個東西是 如果我還有一點力氣做一點事情的話 我覺得我在對抗的是犬儒跟虛無 對 我並沒有再說 我充滿希望我很樂觀 我不做這樣子的選擇 但是我確實會對於我們能不能夠 剔除掉一點點 一點點就要剔除掉一點點 犬儒跟虛無的體向這樣子 好那回過頭來看遺書計畫 它是怎麼發生的呢 我講太久你要自己了 這個遺書計畫也是 一開始真的是類似像是出於偶然 出於偶然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就是2008年 2008年11月陳雲林 就中國的特使陳雲林來台灣嘛 然後那個時候馬政府因為過度為安 大家可能有些太年輕 就馬政府過度為安 導致於想要去跟中國的特使陳雲林 表達政治意見的人 他們不只是沒有辦法接近陳雲林開會的議場 他們甚至連在半路上都會被攔截被阻撓 然後甚至他們拿出中華民國國旗 就那個時候獨派要拿出中華民國國旗 其實就不然的感覺 那時候就是全贏啊 因為知道PRC看到這個旗子會想到台獨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中華民國國旗 在那樣子的時空條件底下 被置換成台獨的符號 因為中華民國旗象徵著兩個中國 這個很複雜喔 簡單的說就是說陳雲林來台灣的過度為安 導致民間有一波高度政治化的運動 因為其實台灣一直都有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 像當時最強的事實上是樂清樂生的反過千的運動 對那在2008年那一次因為陳雲林來的關係 所以呢出現了一波比較類似像是跟國家認同有關的運動 或者是說他不見得是跟國家認同有關 他比較是在討論從過度為安到年輕人 或者是有過戒嚴經驗的中老名人 他們重新去回想台灣的戒嚴經驗 然後認為一定要做一點什麼 一定要做一點什麼來阻止台灣網戒嚴化 也就是警察就是說警察國家那樣子的政權性質 就往那邊發展就大家可以看到他往那邊發展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一波的運動 那在那個運動的過程中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他當時是一個學生他在網路裡頭PTT 那個PTT在裡面 PTT 他在PTT裡面就是談到戒嚴 然後談到白色恐怖 然後談到說他自己的外公是白色恐怖的當事人 我們等一下會討論喔 我們要怎樣描述白色恐怖 比如說今天這些死刑犯 他們是受害者嗎 他們是受難者嗎 他們是革命家嗎 他們是英雄與烈士嗎 從受害者到英雄與烈士 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看待歷史 跟看待歷史裡頭的行動者的角度 事實上我的講稿其實算是這個 但沒關係 那我回答OK 對就是這個女學生喔 她在網路裡頭提到她的 她的外公是一個白色恐怖的 當時她用的是受難者 然後呢 就有另外一個研究生 這個研究生也是我們這本書裡頭 非常重要的工作成員 那這個研究生跑去跟這個女孩子說 你想不想看你外公的檔案 我教你怎麼去找 那是2008年 基金檢員很久了 那當時的國家檔案局呢 是可以讓當事人受難者 或者是受難者的直系親屬 去申請檔案的 檔案的內容包括自白書判決書 對還有比如說 你有的時候你會看到弱勢死其犯 你會親眼看到檔案裡頭有 你的家人被槍決前的照片 以及被槍決後的照片 那槍決前槍決後的照片 很很原因很簡單 就是他們在執行死刑的時候 要把資料送上去 給上面的人交代說 那當然最上面那個人就是講這件事 得要就是說他們得要算月資嗎 所以當時那個研究生 也就是我們這個工作小組的一個重要的成員 他就跟這個女生聯繫上了 然後叫他去找他公的檔案 所以他是他們家第一個知道 原來我可以去檔案裡找檔案的 也就是說其實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的經驗 他其實一直都沒有成為過去 就是說事實上這個孫女 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輩都還活著五六十歲的人 可是他們不會主動的去尋找這些資訊 對因為已經習慣了 不說也不跟任何人討論 因為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你即使是跟人家談論這些事情 你都可能會在政治上面受到懲罰 甚至是要坐牢的 那比如說以我們訪問很多受難者家屬的經驗 比如說以我訪問一個劉耀婷一半的女兒 她父親死的時候她才剛出生而已 對可是比如說她到今天喔 她到今天她都會害怕特務的結局 因為她的童年是生活在特務的監視底下 那在我們訪問的案子裡頭 也有就是說遺孫 也就是說丈夫被槍決了 然後他們在特務的騷擾跟監視底下 就業跟就學都出了問題 反而這個被遺留下來的太太 她為了要讓她的孩子 可以受到好的教育 不要因為父親是政治犯 曾經是政治犯這樣子的原因 而失去好的就學就業 而他們想像你失去好的就學就業機會 你可能就不可能結到好的婚 你沒有辦法嫁到一個好男人 進入一個家世比較好的家庭這樣子 所以也有那種遺孫 政治犯的遺孫 就嫁給特意的嫁給外省警察 對覺得這樣子我可以得到保障 對 然後我第一句就是說這些東西都是 白色恐怖所輻射出來的 對於人的心靈以及他們的生命作為的影響 那我剛剛提到劉美寧還沒講完 就是說 像她因為童年都在特務的監視底下長大的 所以她到今年已經61歲了 她還是不習慣拉窗位的人 對 即使這個世界已經變化這麼大了 對 然後她窗簾總是拉起來 然後有非常長一段時間 她不敢買會透光的窗簾 會透光的窗簾她一律不熱 對 然後她還跟我講過的經驗 我沒有寫進去 就是說已經解嚴了 那時候已經解嚴了 正因為解嚴之後 開始有人在大量的 應該不是啦 就是開始有人在小量的討論 過去的政治案件 然後有一天她的丈夫回到家 她把她丈夫開門 她一開門她丈夫就對著她說 你爸爸那件事 她只是開頭而已 因為你父親是政治犯 你爸爸那件事 那時候已經解嚴了 她第一個反應是 甩她先生的耳光 叫她閉嘴 然後她跟我講說 她回憶起她的那個行為 她才知道說 那個所謂的白色恐怖 是深深的 就是說深植在她的精神裡面 成為一種非常內 內向化的內在的一種恐懼跟憤怒 就是說就連關心這件事情的人 也就是充滿善意的人 跟她討論的時候 她都會出現 她自己都無法理解的情緒反應 對她就 她就記得問她丈夫的 晚餐的時間 她上去下班 然後她也是一個上班的人喔 她並不是一個生活很封閉 你整天這樣關在家裡的人 她也有她的社會生活 對她這樣只是開口說 你爸那件事情 然後就 很本人 對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白色恐怖它其實是很深的 根植在台灣人的政治心靈裡面 然後化作一種對於政治的恐懼 然後變成淡漠 不文不文 然後現在就把政治說得很髒 那我要回過頭去講就是說 也是在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心靈結構底下喔 即使檔案局宣稱她檔案是可以開放的 家屬可以去看可以去申請 也不會有多少家屬知道 不會有多少家屬知道 她不會自動的成為一個嘗試 成為一個common sense 讓有興趣的人知道說 我其實是可以去申請檔案的 那即使是知道了 特別是身為家屬的人 也會害怕去做這件事情 那種害怕有幾個層次 一個就是我剛剛所講的那種白色恐怖 讓我們對於政治 對於了解那件事情感到懼怕 還有一種恐懼的心靈非常微妙 有一種恐懼的心靈是 很害怕去看了之後 看阿公或者是爸爸的自白書 發現他有咬別人 那我怎麼辦 對 就是說可能很長一段時間 我通過我自己的想像去重建 我的副祖輩他們的政治理想 對 但是我不願意在檔案裡頭看到 他就是事實上 事實上就是面對國家暴力的過程裡頭 他脆弱他還原成為一個人 他做出了一個人因為恐懼 或是因為脆弱來做的事情 我們沒辦法接受 對 或者是還有一種恐懼是 萬一他真的是共產黨怎麼犯 對 因為台灣在那麼長時間的冷戰教育底下 就會說白色恐怖就是抓狗的 對 那很多人很長一段時間是用 我爸爸是被冤的 他們是冤假錯案底下的受害者 他們是人權被侵害的受害者 他們從來沒有加入地下黨 他們從來都沒有想要反抗政治 很多人是靠這樣子的論述 讓自己可以得到平靜 那萬一我去看發現 他真的有加入共產黨 我要怎麼辦 有有有 這是更複雜的恐懼 更複雜的對於現實 對於歷史的 情節 complex 好 那我回過頭去看就是 2008年陳雲林事件 的那個當事的學生 那個女孩子 他叫張以龍 我們這張以龍 把他寫出來 那張以龍就跑去檔案局 要看他的公的檔案 看看看看才發現 他發現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是我的外公黃溫公 他原本只被判了15年 可是後來那個蔣介石改判他死期 也就是說從家屬 後來重新去面對檔案的這個個體的角度 這個單一家庭這個單一個體的角度來說 我的外公本來可以鬼 但是是蔣介石改判他死期的 不過你如果從當時的那個法令來看 蔣介石是可以改判他死期的啦 因為黃溫公沒有供出他的同案被發現 也就是說你居然隱藏隱密消息嘛 後來被發現了 所以當然要判你死期 不能放過你 從政權的理性來說 從政權的理性來說 蔣介石改判黃溫公死期是合理的 我們都在講你這個政權的理性 這是張以龍發現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呢 張以龍發現 因為我的外公我留下五封遺書 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然後他就要求這些遺書是我們的 國家要還給我們 那當時檔案局說 我們可以寄隱密給你們 那張以龍他們很火 就說這不是隱密不隱密的問題 他說這是我們的東西 你們國家竊奪了我外公給我們的遺書 所以你要把這東西看給我們 所以從2008年開始 有了一波關於白色恐怖的死刑犯的遺書犯的運動 是由張以龍他們發現的 開始的 那很有趣 如果陳雲林沒來 都不知道會不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或是陳雲林來的沒有 應該是說那個過度為安 就是說因為要迎接中國特使 讓中國特使覺得舒服 不感覺到他被抗議 然後那樣子的過度為安 引發了這整個社會的抵抗細胞 就這個整個社會的細胞活躍起來 就是說我們不能夠再迎接一個新的戒嚴 就算是比較軟的戒嚴都不可以 那這整個遺書返盤的運動 是從2008年張以龍發現 他外公的遺書開始的 那在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就是我們一起工作的這個組織 那我也在這個組織裡頭 就是練消工作啊 這叫什麼東西幫忙 對 就我們都是義務工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頭呢 發現總共有一百七十幾 一百七十幾封迷書 被國民黨扣拉 沒有返還給當事人 那我們就一直那 真相會就一直不斷地 透過去跟家屬聯繫 叫家屬去把他們的東西要回來 然後也施壓政府 我們應該要主動返還 而不是讓這些家屬 自己要去找 因為這不是家屬的責任 對 這個是國家的責任 那這些遺書 比如說以張以龍 他們家黃文公的遺書 他們到最後終於送到了 當事人的手上 可是這些遺書真的送 真的送達了嗎 真的送達了嗎 以黃文公的太太來說 黃文公的太太 在遺書終於送到他手上的時候 他已經得了失智症 所以他根本沒有辦法讀那些遺書 然後他們的小孩孫女 跟他解釋阿公 什麼事情跟你說什麼都沒有 他已經聽不懂了 對 一個已經失智的王太太 但他已經沒有辦法讀懂他丈夫 生前寫給他的遺書 所以他在他丈夫死後 到他失智這段時間 對他丈夫的疑問困惑 而來的怨恨 也都不可能得到結局 你是我的丈夫 你被抓了 然後從你被抓到你被槍決 我都不知道你人在哪 我都沒有辦法看到你 然後你死前一句話都沒有 如果這個活下來的女人有恨 或者是有怨 或者是有遺憾 有困惑 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對 但這遺書即使送黃文 這些問題都不可能懷孕了 特別是黃文公還在他的遺書裡頭 對他太太說 請你改嫁 他的遺書裡頭說請你改嫁 而且我們從黃文公的遺書裡頭 是郭慶還是黃文公 好像是黃文公 對不起如果弄錯的話 你們就事後看書就這裡 他對他的太太說 請你改嫁 然後請你找到 請你找到一個可以跟你並駕齊去的男人 類似那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在黃文公的遺書裡頭 當他請他的太太改嫁 同時還說請你去找一個可以跟你並駕齊去的男人 然後下半身不要過著冷 就是說寒冷 然後我背不起來 就是說下半身不要過著那種 他用一個台語你知道嗎 你幫我找 他用一個台語很漂亮的字 你們給我一點時間 所以我先看 我先看 我先看 你先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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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說 黃文公寫的他其實就說 踏碎了你的青春而不能報答 我辜負你 我辜負你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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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 他說 等我 我懇懇切切的希望你好好的再婚 希望你把握著 我這是台語 希望你把握得到 好的對手及機會 勇敢的再婚吧 萬不幸萬不幸 沒有碰到好對手好機會 因為環境等等原因而不能再婚的話 你也不必過著硬心 美心 好 硬著心腸 美心寂寞的灰色生活 我切切祈禱你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等等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這個心裡頭 不只是叫他的太太再婚喔 他還說你要 要碰到好對手 那如果沒有碰到好對手而單身的話 如果沒有碰到好對手而單身的話 也不要過著硬心寂寞的灰色生活 其實這個性 讓我很感動的一點是說 他覺得他的太太不是一個簡單的女人 所以如果沒有碰到好對手的話 有可能也不會再婚 可是如果 如果沒有辦法再婚而必須單身的話 他懇切的拜託他的太太 不要過著硬心寂寞的灰色生活 也就是說 在這部性裡頭 你可以看得出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的那種信任 那個信任是對他的人格跟對他的生命能量的信任 就是說你就算我拜託你再婚 但是他知道這個女的沒有必須要碰到好對手才會再婚 他不是隨隨便便嫁的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信回到他太太的手上 他太太已經看不懂了 他太太已經傻了 可是他在 他在 就他的生命 連閱讀的能力 認知的能力都消失的情況下 他還記得什麼事情呢 他還每天 每天 要檢查他的身份證 因為特務要檢查 他已經失智了 他已經失智了 可是他不會忘記 每天要檢查身份證 因為特務要檢查 如果沒有符合特務的期待 怕小孩子上學會出問題 小孩子如果上學出問題 以後就沒有人生可以 這個就是白色恐怖 沉澱跟擴散出來的 對於個體生命很深刻的影響 那我們從這個遺書計畫 希望可以做到的 就是把這些實實在在的人的經驗 實實在在人的經驗 人的生活如何的被政治滲透影響 改變 然後政治如何使人 政治如何使人崇高 政治理想如何使人崇高之餘 政治迫害如何使人變得暗淡 對然後如何使人 因為失去這些光澤 這些生命因為失去光澤 對而產生莫大的扭曲 我剛剛講的這個故事裡頭 比如說以黃文公的家庭來說 後來黃文公的後代 他們其實對於國家以及對於 他們對於國家以及對於人生 其實後來有發展出 還算蠻扭曲的一種認識 對那我覺得這些我們都希望通過 書寫這些遺書 就書寫正式死刑犯的故事 以及他們的遺書 還有他們的家人如何接收這些遺書 來把白色恐怖的面貌 拼湊 我們到目前為止呢 就只能夠拼湊 拼湊得更立體 那如果我們的寫作有任何的優勢 如果有的話 如果我們的寫作有任何的優勢 那個優勢絕對不在於我們知道的比別人多 那個優勢在於我們知道我們知道的太少 我們在寫作上唯一的優勢是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的太少 所以我們對於我們不知道 我們對於我們不知道 我們知道的還不夠多 這件事情充滿了自覺 所以我們嘗試在寫作裡頭 對資料老實 對別人的生命別人的現實情境老老實實 然後希望可以免除 免除過去針對白色恐怖書寫 而有的那種很強勢的判斷 對 然後那種強行做解人的 比如說劣勢書寫 或者是受害者的書寫 在劣勢書寫跟受害者書寫之間 有非常複雜的人與政治的關係 對 受害者 受害者書寫裡頭 著重的是要控訴國家暴力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頭就不給 就是說人作為一個行動者 以及行動者對於他自己生命的倫理責任 他對自己生命如何的負責 他如何為他自己的政治行動負責 這個面向就都不談論 那烈士書寫英雄書寫呢 也經常都是為了要服務某一種政治主張 所以我們都希望我們可以用更複雜一點的書寫 讓我們對於白色恐怖的認識 可以從這兩種書寫裡頭解放出來 對 但我要說的是 這樣子的解放的前提是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的不夠 對 我先講到這邊 有機會再講別的 好 謝謝書寫 其實剛剛從 書寫在談 結婚寫作的這些經驗裡面 我覺得比較 就是真實的回到說 一個人的樣貌 就是說 在過去這個白色恐怖的期間 就很跨五 主要以很跨五零年代跟六零年代為主 那我想說 就是前面四案是五零年代的地下黨案 後面也 後面一案是七零年代的太原案 前面四案是地下黨共產黨案 後面那個案子是台獨案 所以其實在這個恐怖 白色恐怖這個年代裡面 那我想說 剛剛談了很多這個從個案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人的那個樣態 那我想我可以做一點補充或回應 是比較有關於歷史面的那塊部分 也就是說 我們在討論白色恐怖的歷史裡面 那因為我覺得剛好你們的書裡面提到很重要 就是屬於正式的執行犯 那關於這個是 因為其實我對於 不是因為我參與FACE聯合關係 那其實當然是因為我的工作經驗上的關係 因為我在年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工作的期間 其實我們就從事所謂的冤錯假案 剛才有提到那個類似 冤案的這種救援的工作 包含從這個 比如說 所以一開始從蘇建合案的救援 徐志強案 邱和順案 到最近我們有鄭姓哲的案件 其實這些案件都是已經是解研後發生的 那這些冤案跟過去的白色恐怖案件 當然有很大不一樣 過去白色恐怖是政治執行犯 那因為我後來我又在國際測試組織工作 國際測試組織是1961年成立的一個國際組織 在英國倫敦 那在國際測試組織裡面 我們就一開始他的目的是救援政治犯 所謂良心犯 就是各國的這種不同國家的一些意義分子 可是後來這個國際測試組織發展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就是說他們反對死刑 他們反對死刑的脈絡有很多 可是他最一開始的那個脈絡其實在於1960年代他成立之後 他看到世界各個國家包含亞洲國家跟拉丁美洲國家 有許多的這些所謂的死刑犯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政治死刑犯案件 那他們認為說其實國家透過有系統性的制度 也就是死刑這個東西來前置所謂的意義分子 或傷害人權的這些做法是很有問題 所以他們一開始其實死刑運動是從這個脈絡才開始發展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我們今天討論這個政治死刑犯 它有一定的意義 那也就是說我們看到國家包吏在過去的白色恐怖那段期間 包含到現在我想要問在座各位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們現在生活在2015年 所謂相對已經有經過一段民主化轉型的一個台灣的社會 我想要問各位如果今天你到法院去 請問你相信台灣 你到法院或檢察署裡面 面對開偵察庭或者是開審判的時候 請問現在你相不相信台灣的司法制度裡面的法官或檢察官 會給你公正的對待 你相信的請舉手 沒關係 那你不相信的請舉手 好請放下 所以其實我 我源自於這個 剛剛問你們這個問題 其實我是想到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過去台灣的這個司法 因為其實在這個書裡面 提到其實很多是有關於秘密 秘密的逮捕 然後審訊、偵訊 然後甚至到判決 所有都是一個不公開、不透明的狀況之下 這個就是過去的司法制度 那過去的司法制度是一個以行政權來操控的 怎麼說 以前的 我們現在主管台灣的檢察機關的主管單位是誰 檢察機關的主管單位 什麼部門 法務部 法務部屬於哪裡 行政院 因為高中同學 我現在好像在考你們公民是不是 好 你們都很清楚 法務部屬於行政院 那在之前呢 其實 在中華民國的那個 無權憲法的脈絡裡面 司法審判 應該是屬於哪一個部門 司法院 對不對 好 所以說其實以前在白色恐怖那個年代 其實那個時候叫司法行政部 司法行政部 隸屬於哪裡 哪一個機關 行政院 那司法行政部 照理講裡面應該有誰 就是檢察官 可是其實事實上是沒有 當時的 如果我資料沒有錯的話 當時的這個法官其實都是屬於司法行政部在掛 怎麼掛 因為過去在 其實台灣在研究司法改革 或者是說研究司法獨立的這些相關的文獻資料裡面 大部分提的都其實是檢炎以後的資料 檢炎時期的司法部門到底是長了什麼的樣子 其實很少相關的資料 比較多的資料是來自於這個台大的這個王太生教授 還有一個劉文文教授在師大人 他們都曾 嘗試 疏解台灣司法的司法史 那所以在疏解台灣司法歷史的過程裡面 其實大部分的其中一般的民眾其實不是很了解 過去司法的 就是 尤其是在戒嚴時期的司法史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司法部門的樣態到底是什麼 那當然從書裡面我們看到他這些個案 活生生的個案 發生了這些事情 那反映在就是說 因為我其實我反問過一個 他是經歷過戒嚴時期的一個 他是律師 他後來轉任律師 他曾經擔任過法官的角色 那他在跟我的訪談裡面 他有提到說 他在當法官的時候 他非常不適應 他當考上法官的時候非常不適應 怎麼樣不適應 因為他是一般的文學校畢業 然後考上司法官的 那我們知道司法官非常難考 所以他就是精英中的精英的啦 那考上司法官他是台籍的 那過去台灣的這個司法制度 因為比如說國民黨剛過來的時候 其實有那個司法部門有一個很混亂的東西 就是說有台籍人士的司法官 跟從這個中國這邊過來的 就是1949年以後中國這邊也過來 可是其實台灣整個這個 司法的部門裡面是缺乏司法官的 所以他們其實從這個來的這些 從中國這邊來的 他們抓了 不是抓了 就是有找了很多人 也進來當司法官 可是很多人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司法訓練背景的人 那這個台籍的精英人士呢 他是從台灣的這種 應該說接受日本的這個司法的 教育的人之下的精英 那他發覺說比如說 在訪問的過程 他就覺得說他跟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的這個司法 怎麼跟他想的不太一樣 跟在日本的這個時期就不太一樣 那非常老的一個律師了 那他提到說 曾經他的小孩子有質疑過 他家的小孩女兒 就質疑過他一個問題 他說爸爸為什麼 隔壁 因為都是住宿舍 是把玩宿舍 為什麼隔壁家的有鋼琴 我們家沒有鋼琴 就是隔壁家的小朋友可以彈鋼琴 然後鋼琴在那種年代是非常昂貴的東西 現在應該也是吧 然後他媽媽就跟他講說 我們家沒有辦法 因為可是都是當把玩 為什麼 因為有收起來的把玩 跟沒有收起來的把玩 待遇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他後來非常不習慣 在這個體制內的環境 他就毅然覺得 就要趕快離開 為什麼 因為他曾經接受過一個 事實上是長官要真的來灌輸的案件 他覺得他真的沒辦法一個政治案件 他沒辦法處理 因為他覺得如果要從他良知 他根本沒辦法去做這個審判 那所以他就決定他要退出 就是離開這個法官的位置 所以就離開了 那這是我其中有訪問過的一個 在戒嚴時期擔任過法官的一個個案這樣子 那我們就看到說過去 他有提到一個 他們過去在訓練 以前是司法 我剛剛講司法行政部 所有的法官跟假官都在同一個地方訓練的 那你們知道法官假媽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是不一樣的職位 假官跟他們負責的工作都不一樣 可是他們在同一個地方受訓 那他們在那個戒嚴時期受訓的內容是什麼 他有提到說 戒嚴時期 在司法官訓練所 集體住宿 早上一樣 首要集體住宿就是像當兵一樣 比如五點還是六點要起床這樣子 然後開始要到達就是升旗典禮 升旗典禮完 他就很 他把那個 他過去在受訓的那一段 他記得非常清楚 他說升旗典禮完就要開始讀訓 我說怎麼讀訓 他說讀那個總統訓詞 當時的總統就是賈介石 所以要去背總統訓詞 那我們就想說 那就奇怪了 就從我們現在這個年代的人去理解 當法官被總統訓詞 對你做審判有什麼幫助嗎 我們就會有這種疑問 所以他說其實在那個訓練 司法官訓練的過程裡面 然後還包含 比如說考進去的司法官裡面 比如說我們考進去 因為都是精英 考進去的人很少 所以我可以知道 通常有時候都是同學 比如說我考進來可能都是 比如說都是台大法律的同學 還是什麼都會知道 可是會看到陌生的臉孔 看到陌生的臉孔 他們其實都知道是誰 是屬於調查局的人 就是會有P也是調查局的人 跟他們一起受訓 那這些調查局的人 不是真的跟他們一起受訓 其實是在監視他們 在這個訓練所裡面 監視他們這些未來 準備要當法官檢察官的人 他的這個言行舉止 是不是不符合這個 現在這個政府想要的那個思想 所以其實他說 其實在那個裡面 你這個長久下來 兩年三年就是集體生活在這個裡面 生活兩年三年的生活 集體出來以後才分發到其他地方 當法官或當檢察官 其實你根本不敢去反抗那個體制 即使他們受的是所謂法律 在法律裡面隱藏了很多 不管是自由主義的東西 或民主的價值裡面 即使有 他們沒有辦法說 他們會認為說 很有限的可以去做反抗 所以我每看到說 這個文化它就是這樣子形成 形成這個文化其實到現在並沒有 我認為並沒有撼動到多少 我們現在常說台灣司法獨立了 司法改革然後越來越好 那其實我也因為參與司改的工作 其實我有看到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就是說 在司法部門裡面包含 體制內的包含法官講完 或包含體制外的律師們 其實很少討論到司法的轉型正義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很少去觀照到歷史的那一塊 說 那我們為什麼今天司法這個文化 在從過去到現在 這個它的背景脈絡是什麼 很少人要去檢討這個 然後就是 我們當然覺得還是很多很重要 比如說我要去修一個什麼樣的法 要立一個法官的法 還是要修 我覺得我當然非常同意 這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們很忽略這一段東西 那也就是造成說我覺得說 包含我也訪問過年輕一輩的法官、檢察官 其實他們也有人覺得說 過去了就過去了 因為我有問到他們 現在在司法官 現在一樣在司法官裡面所 這個受訓的學員 準備要分發出來 他們說 他們知道他們裡面的那個私訓所 那個時候叫林輝華 他們也知道這個人曾經幹過什麼事情 很多人都清楚 可是又怎麼樣 就是說 他們面對這種體制 就是說 他面對體制 他知道有不公的情況之下 可是我也 可能他在大學四年 我相信他們受到很多老師 也很好的啟蒙 或是很好的訓練 可是 真正面對過去 有一些不公或不義的時候 他 將來可能要在法庭上 或在這個代表 國家是最初犯罪的這些人 他並沒有辦法去真正的去反應到 他現實的行動面上 然後他屈服了在這個體制裡面 然後有一些比較有進步醫師的法官 甚至是直接批判他們內部說 這是真難文化 那我覺得說這個司法的這個轉型不義的問題 其實就是也應該要被看見 也就是說 我們在看見了那麼多的這個個案裡面身上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國家在討論轉型的過程裡面 加害者是非常多樣化的 可不可以開一個檔案 那個電腦 不好意思 開那個一個 那個瀏覽器 這個 這個是我們 欸 不見了 已知的軍法官 人數跟死刑判決的數量 你可以看到 第一名這個 他在1951到1956年期間 他判了135個死刑 這都是政治死刑犯 可是你看這一排 整排的這些法官 這些我們從來沒有再去追究 他到底是誰 所以說我們如果 我覺得我們要去閱讀很多 不一樣狀態的受害者 那可是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必須要去追究的 也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去真正找出 我們剛剛談到真相 真相部分 其實不只是這些個案的故事而已 還包含了許許多多 當時審判的這些法官的責任是什麼 如果我們去看東德的歷史 或者是說過去的這個 其他的東歐國家歷史 我們知道他們可能在 國家民主化的轉型之後 有所謂的除購法案 可是我們也知道說 很多台灣的法官 檢察官是終身職 憲法規定是終身職 除非他自己有犯了 什麼樣的刑案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真正找出這些 你看大部分都顯是紅色的 也就是說這些人是無從考察的 因為危機檔案的話 一定要是藍色的 你才可以進去找到那個人的資料 所以其實我們這些檔案都不知道 但是現在的這個國家政府 願不願意告訴你說誰大出加害 沒有 那我覺得說我們轉型正義這個問題 不只是司法部門 包含學校教育單位的部門 教官應該在學校裡面 為什麼2015年的現在的學校裡面還有教官 那包含這個教育的部門也是很重要啊 可是這些很多許許多路的轉型正義的議題 需要持續的被討論 這是我覺得 我想要做一點簡單的回應 這樣子 對 剛剛他提醒我是主持人 我回應完了 我要是順便進去主持 我想說我們大概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半個小時的時間 我想要問一下在場各位有沒有需要做一點回應或提問 都沒有問題 這邊一位 我們先再收集兩位的意見好不好 不要客氣啊 剛剛很多人不是說什麼是書迷啊 好像一副你看得很清楚 那個書都看得很多啊 趕快 現在又沒有人承認 再來一個 有沒有 沒有的話 那不然就先這兩位好了 我是替線上的一個朋友 現在我們線上觀看的一個朋友提問 他是先做了一個回饋 他是說 在 他是這樣回饋的 他說 過去形作了現在和未來 刻意忽略過去的人 是會偏向一再犯錯的殘忍和無知 然後他對他的提問是這樣子的 他說請問現在國家檔案局對白色恐怖資料 還是需要直系血清才能申請嗎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在寫作的過程當中 還有收集資料的過程當中 有遭到檔案局怎麼樣的阻擋 或者是什麼方便嗎 然後就是現在檔案局資料的申請 有什麼樣的限制 會對他們封拍檔案的這個事情 有怎麼樣的一個建議 這是我們線上觀看直播的朋友的提問 好 你好 各位好 四三五五六 之前有做小小禮 所以我關於轉心聲音 因為我說是的時候是 你說的那個叫做中文的說 就是關於和解人類選人 對應孤獨的 那我那時候做一個 蛤 有 對那我做了一個小小的研究 就是一個作業就對了 就是比較西班牙跟台灣的專心正義的研究 那我發現就是還蠻多的一種基礎 那最重要的地方就在於 我們之間就是 台灣的轉心正義 它之所以做得這麼不好 西班牙也做得非常大 但是比台灣好一點點 那他們我們就想要就是這個 就是想要共同遺忘 就是想了解為什麼 我們會共同遺忘的說 之前過去發生那些 脫壞人權的事情 包括像台灣擺設恐怖 那還有西班牙 他在突然就是一台時期 又做大規模來捕共產黨的人 可能是共產黨的人 還有那些 巴斯克什麼分離主義症 等那些事情 那 好了 有個聲音很小聲 那 在西班牙他們狀況是 跟台灣一樣是 超過同時期期 他們是1976年的 卡洛斯王子 激動美國王之後 然後照台北直線會議 然後做一個 做一個直線 然後 並且就是 推動所謂的那個 民主化運動 跟台灣差不多是 台灣是超過1987年之後 那 但 台灣跟西班牙相似之處在於 我們是緩慢性的 就是 進行一種 民主化運動 當然不是非常像革命性的 像 非常就是 類似像拉丁美洲那樣 拉丁美洲他們的政權 通常他們 也是跟台灣同時期 也是白色恐怖 也差不多 1960到1970年代 那 巴拉丁美洲的 那些軍人政權 結束 結束通常是以暴力的方式 大部分都是暴力的方式 被結束掉 然後通常軍人也是也被判刑 那 不如後果 那 台灣跟西班牙相似就是我們去 廣泛性的 就是做演技能 所以 我認為 是不是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會叫 忽略掉 過去 就是白色恐怖 對我們一些影響 然後再來就是 西班牙他們 呃 之後 他們那時候 他們跟台灣一樣 也是有 政黨惡鬥 就是可能 他們是左右盤 那台灣可能就是 民進黨跟國民黨這樣子 那 所造成的結果就是 試圖想要去共同遺忘 如果共同遺忘 我們遺忘過去那些 這樣事情的話 那會就是 比較 你知道 就是 對我們感覺就是我們比較好處理 就是不要 去想那麼多 就是繼續往前行的那種概念 所產生 所以 西班牙他們的 事情也是 跟台灣很相像 那我一直 沒辦法講太多 因為就是還蠻舊之前 就大概 我想講太多 欸還有 有其他的問題嗎 沒有 所以我們針對那個 剛剛第一個 網路上的那個 國家檔案 現在 檔案局的 資料喔 其實 申請的過程 並不困難 就是這個是很多人 就是現在還是很多人 都在那邊喊說什麼 沒有開放沒有開放 這事實上已經開放了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就不要以國民黨很壞 都把檔案掩蓋 害我們都不能夠知道 這樣子的藉口去批判了 就是說 其實呢 呃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 有 有 有心想要了解 這段 事實 對 其實去接近那些檔案 並沒有那麼可能 對 那 嗯 那個檔案裡頭喔 呃 會 會選擇性的遮負掉一些內 對 大概就是 當事人的 的 的 那個 地址 就一些私人的資訊 對 但是當然也包括 審判者的私人資訊 那這個東西是 會造成 道德爭議的 就是說 比如說 呃 我是政治犯 當事人 那我的 住家資訊 被遮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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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的住家資訊 被 就 法官的訊息 的私人資訊 被遮負的話 這個有沒有 對 這個 這個有沒有破壞公共性的問題 對 都還在爭論 所以這些 就說有一些資訊的性格是 沒有 是我們看不到的這樣子 那像我去申請的檔案 有一些是 嗯 嗯 同案 就是說 比如說我 我申請A的檔案 然後A呢 他是 某某案 那這個某某案呢 可能有一個當事人 他還牽涉到另外一個 然後會因為 呃 要保護 某些案子 因為 我們講就是說 比如說像我是以 呃 直系親屬的 角度 去申請我外公母的檔案 對 所以呢 他們會把跟我外公母 習慣的檔案 只有副交 對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知道研究者喔 研究者其實是可以透過 特定的程序 可以去閱讀各式這樣的檔案 那包括案件家屬 案件家屬 不需要是直系的 就是說 因為有的時候也是 嗯 因為人會老被凋零嘛 對 所以事實上 那個你要 你要取得那個檔案的 閱讀資訊 其實也沒有那麼困難 但是 我現在 我現在確實無法確定 我確實無法確定 我就是一個 嗯 充滿興趣的路人 好 那我可以 閱讀檔案 閱讀到什麼 想說 這東西恐怕要去查 那我會認為就是說 線上的同學或是朋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自己去做實驗 就是看看這個制度 他開放到 這個制度 這個宣稱 這個宣稱 這個宣稱願意將使用 當作使用 讓檔案回歸檔案 的這個宣稱 他在面對一般人的歷史興趣 的時候 他是什麼樣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申請 對 那我自己申請的過程 老實說 順利到 我自己就蠻壓抑的 對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嗯 我們有時候接觸到一些 有官僚系統裡頭 友善的個體 好 我們會接觸到 官僚系統裡頭 友善的個體 這跟這個官僚系統很深 對 我們我們如何去辨認 他的性質 他還是兩邊申請 對 他有回答到 他剛剛是有三個問題 他 OK嗎 好 那 還沒有人有 要回應 還是問題 沒關係 不要客氣 為什麼今天大家太尊重了 這邊 一位 還沒有 再來 不要客氣 這裡 一位 好 先兩位 謝謝 我是比較在回應的態度 其實我非常同意到 我們老師講的 白色恐怖 他的那個深度 好 就像您剛剛提到的那個 傷害人 就是他的家屬 會有那麼強烈的一個 那個直接的反應 那 其實 我覺得 所以其實白色恐怖 它真的不只 我覺得不只是 傷害了當時的某些人 我一直認為 我真的傷害了整個台灣 我一直記得 我自己還是台中與眾的學生的時候 然後 那個時候在談說 我對政治有興趣 我的媽媽那時候跟我講的就是 不行 你要是去碰政治 我以後可能得去老婆看 這件事情到現在 我還一直覺得 至少在那時候已經是 我台中與眾那個時候 已經是也來回的時候 也來回學運的時候 對 已經是解決了 可是在 沒有經歷 就是說沒有受到這種傷 他沒有直接的 被這種東西傷害到 他只是知道台灣有這樣子的 不然白色恐怖歷史的 傳統根本的台灣人 其實在他們那個深層的印象裡面 就是這個是可怕的事 所以我一直認為 白色恐怖的傷害 其實是一到現在 對全部的台灣人都有傷害 因為包含很多年輕的人 他們其實是很早就被要求掉了 不要去接觸這件事 這是第一個 我的回憶 那 第二個是 其實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雖然有很多很傷心的故事 可是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我後來發現就是 老師寫的那一個故事 因為那個故事裡面的 那個 就是說那個 他的家人 如他的太太 跟他 那個 你的描述我好喜歡 你真的講好喜歡 就是說好特別 因為我過去在看這一類的書寫的時候 我們不會看到 這裡面的人 他除了政治 或者是他的裡面之外的熱情 因為你在裡面提到 後面兩個彼此之間的 我如何的想念你們 我如何在信上印下我的印記 我覺得那個是很 像你剛剛提到說 暗示的書寫或受害者書寫 都不可能出現的事情 可是我真的覺得那是很真實的事情 有藝人 而且是傷害的人 有熱情傷害的年輕人 我覺得在這個 我在觀看那個故事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有一點訝異 因為在過去我們在看我們的歷史 對 相關的書寫是看不到這樣的記憶 我覺得是 很大問題一點 謝謝 我們被警察關切了 請問有什麼把握沒撐起來 是嗎 是嗎 提照有在外面嗎 噪音 其實沒有 好沒關係 這個我們來見證一下 這個 有什麼噪音嗎 如果我們放送出去的 是歌功上的 我想我們在這裡 剛剛大家討論都非常的平和 然後也沒有什麼樣的噪音 因為這個我們折舞 常常會 因為我們沒有申請路權 為什麼 因為在這裡也是送私人空間 可是因為走道上有人 欸 集會遊行法沒有規範到那個 義務活動 對 這邊 這邊 好 好 那來 剛剛還有第二位問題要不要先 沒關係我們先把這個 場景轉回到第二攝影棚這邊來 對 你們知道那是什麼政治破敗嗎 沒有沒有沒有 剛剛大家們已經說了 不用擔心 我想拋個問題跟大家想一下好了 可是其實我當時 剛才接觸到 其實看到很多這個 口座歷史的東西 所以說你在想的 我有問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可是我也想說那 其實想要平衡一下報道 所以把我自己的立場 調到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 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 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 對 就是我自己在辯證的一個過程 曾經會這樣去想 因為看到很多 不能說撒弓起來 都不這樣講 就是看到很多 火速歷史 有人當說 就是 信心當中的群眾嘛 對 那 會想這個 如果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 會不會這是一種所謂的必要之惡 就從 一開始會想要從這樣的角度去 去把自己平衡一下 所謂必要之惡 就是說 假設我 假設我想像我自己的感覺是好的 那 我帶了兩百萬的一個外神 就是來要台灣 那 我這時候是不是 我必須要怎麼做 就是做這些的 嗯 所謂秘密逮捕 然後呢 把異議者都包起來 因為 是不是如果 我不聽我做的話 那是不是這個國家 可能 中共就會過來 把這個政權給解決掉了 那是不是 中華可以 這個 這個小島 就完蛋了 或者是如果 我沒那麼堅強的話 那是不是說 呃 這些外神老兵 可能要拒絕我是把他騙過來台灣 然後其實這種目標好 是中國 所以 反鋒大陸這事情 是個騙局 那我會不會變成 是被這兩百萬的外神 一直被政變這樣 被議的解決掉 所以這些 呃 在白色恐怖這些時期 被 呃 被殺害以及被 關起來的這些人 他們是 成全這個國家的一個必要之二 我肯定會想要是這樣去解釋 對 那當然這個答案是 那我自己有之後的想法 那誰可以讓大家去評論一下 就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想 但當然 呃 我自己也是 在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會覺得 其實 不應該是這樣看的 因為一個國家的組成 其實是由人民們 人民們去共識去組成的一個 像 我覺得 我覺得 我這個國家的想像應該是 這塊 有認同感的這些人民們 去 像一個契約的一個概念 去組成這個國家 那 這個國家其實跟我 其實應該是一個契約的關係 我才是這個國家的族人 那 所以這個國家應該是要 替我服務的 而不是我要去清權這個國家 所以如果我認為這個國家不對的話 那應該是這個 這個執政的要被換掉 而不是 而不是 而不是被他統 而不是一個被統治的概念 這樣去解釋 而且 人權不應該是 低於一個國家的 必然存在的一個 就兩個的權衡之下 國家 這個這個政權的必然存在 這個應該是錯誤的 不能這樣去看 對 這是我今天在想這問題的 一個切入一點點 這個我也不用回應 對不對 你就是自己想進去 然後幫你自己看 對 第一個 針對你剛剛提到的那個 其實我也特別想講的 就是說 呃 我們 嗯 怎麼講 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少在跟白色恐怖 有關的書寫以後 第一個 我們很少看到人 第二個 當我們說我們很少看到人 或是人性的時候 我們尤其沒有看到 人 做為一個肉體的那個生存感 對 那 我在做劉耀廷這個case的時候 其實這個case本身有她 有她的特性 就是說因為 呃 劉耀廷跟她的太太 柳 十月俠通了很多的戲 然後十月俠寫了很多的日記 所以我 我可以通過這些日記跟書戲 去重構 那時候 在當時 我想像 在1950年代 到 劉耀廷被槍決 1953年 年初 那個時候 一個 一個 27歲的男生 被一個25歲的女生 那當然 劉耀廷死的時候是29歲 十月俠是27歲 過了兩個 那 那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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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們 因為這個政權的 他們 被這個政權拆散了 然後 有 幾百天不能夠見面 而 這個太太總算 確認 確認 呃 她丈夫的案子的時候 其實她收報的是 死亡她之書 領事通知班 那 我在 讀這些資料的時候 因為 其實那些資料複雜很多 我有點不知道 我應該要 怎麼辦 因為 資訊很膨脹 那 直到有一天喔 而且我覺得 我的那個工作過程 真的是身體感很強的 就是說 就是說 我記得那天氣很熱 天氣很熱 然後 我在看那些書信的時候 因為 你真的 真的讀到那些人手寫的信 我們這年頭都很少讀到手寫的信 我們自己都不寫了 甚至喔 你們如果這幾年談戀愛的話 都不知道你們愛人的名字 寫起來什麼樣子 沒看過他寫字 我不知道你們看過 有沒有看過自己戀愛的對象寫的字 對 不知道你的手機長什麼樣子 對 然後有時候有忘記自己寫字是什麼樣子 對 那 然後我在那個時候看到那個六十幾年前的信紙 六十幾年前的鋼筆 末書 對 然後那個紙那麼的脆弱 對 可是被那麼強大的愛 跟愛的意志保留下來 一張都沒有少 一腳都沒有畫 一個字都沒有畫 對 然後 那個時候會發展 會油然而生一種對於他人的生命 的那種虔誠 虔誠的心情 就是說那時候會很虔誠的覺得說 我一定要對別人的故事很老實 老老實實的 然後 我一定得要去收斂自己在文學上面的表現欲 就在這個時候任何華麗的文學上面的表現欲 都是在健躍別人那種很實在的生命的質地這樣子 那樣那些生命的質地其實就展現在那些性質上面 雖然今天那時候天氣很熱 然後 其實珍珠會也沒有什麼錢 經費很有限 但是我們不敢不開冷氣 因為怕手汗會把冷氣弄 冷氣會把 因為怕手汗會損壞了性質 那我那個時候喝水的時候 我也不敢把水跟性質放在同一個位置 就怕會打翻 然後其實我幾次看那些書信是會哭的 對 那我也都絕對不要讓自己 就是污染的那些性質這樣 那我記得我 但是我在讀的時候就是情緒很多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這兩個人的故事我要怎麼寫 直到我有一天我讀到一個細節喔 我就讀到說這個施月祥 就是劉耀婷的後派 這個施月祥呢他是做裁服的 所以他丈夫 他丈夫被捕的時候他也是持續的做裁服 他有一次還非常驕傲的寫信跟他丈夫說 我帶小孩子去照相 他丈夫沒有看過他的孩子 因為他丈夫被捕的時候他正在懷孕 後小孩子八個月到了 我帶他們去照相 小張的小孩子拍的小張的小張的 小張的三吋十二塊 大張的四吋全張 二十塊總共四十二塊 他說每一分錢都是我做裁服 轉來的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讓拍照給你看這件事情 加重了家庭的經濟負擔 你可以在這邊看到他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精神力量 然後這個精神力量是由愛 就是說他的跟 那個這個強大的精神力量的根基是愛 然後呢他提到說他在日記裡頭提到說 他白天工作的時候做裁服的時候 他是素顏不化妝的 可是他睡覺的時候會化妝 為什麼 因為他要化得漂亮和他還噴香水 他要去夢裡頭見那張 而且他要在夢裡頭以肉體跟他相愛 他要做夢 而且他要夢到他的丈夫 而且他要用他的肉體 去夢裡頭見他丈夫的肉體 他們要在夢裡頭以肉體相愛 我在那一刻看到一個 一個就是我看到的這個思念跟寂寞 這個女人這個等待的女人的思念跟寂寞 這個思念跟寂寞 以及愛是充滿肉體感的 一種愛 於是呢我那個時候才知道說 我只能夠把他寫成一個愛情故事 因為我確實在他們的書信跟寂寞 的日記裡頭 看到這個我在過去的白色恐怖書寫裡頭 所沒有看到的一種非常獨特的 對肉體的愛的力量 而且是由這個女人的意志所展現出來 那那個那個東西是我在工作的過程中 一直一直非常被觸動的 對那某個意義上 嗯這也是一種 這這也是一種白色恐怖的女性書寫吧 那我會覺得這樣子的女性書寫的特質在於說 他並不是那種非常非常理論導向的 塗很多細 然後因為腦袋裡頭的概念太多 我非得要在別人的生命裡頭 找到東西去附會 對 不是 而是施月俠 他自己的生命樣態 直接就這樣蹦出來給我們 對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 真的就是很有力量很珍貴 然後但我在工作的過程中 因為其實你在讀信的時候 很快就會知道說 這些信都是在特務的監控底下 傳閱的 也就是說 從獄中寄出來的信 以及從外面寄到尖女頭的信 每一封特務都要看過 所以呢 我都可以感受到說 信件裡頭寫的世界 跟施月俠日記裡頭寫的世界 是不一樣的世界 對 也就是說我必須要在信件裡頭 去尋找字裡行間埋藏的意義 沒關係 我不用帶出去沒關係 那 可以 不會吵到那 對 那因為 因為我必須要去 我必須要去 劉耀廷跟施月俠他們的 《獄中通信》裡頭去讀 字面意義之外的意義 所以我在有一刻 有一天下午就突然強烈意識到說 我好像在做特務偷黑的工作 對不對 因為特務也是 每天在看劉耀廷的信 跟施月俠的信 檢查 檢查說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你們要偷渡的訊息 那事實上施月俠的信 確實被扣查 被扣掉過 就是施月俠記的信 劉耀廷沒有收到 有一封是因為他寫日文 所以劉耀廷趕快告訴施月俠不要寫日文 另外一封是施月俠問他丈夫 我買書給你好不好 對 他們不讓劉耀廷看書 所以他們把那封信藏口 那當然這個東西都是我的推論 就是說自理行間的推論這樣子 但我意思就是說 這種在自理行間裡頭 尋找字面外的一批的起位 其實就像那些特務做的事情 所以有一天我就在辦公室裡頭 跟我的一個朋友 同事跟我一起工作的努力 我好像一個特務 對 但是我能夠說的就是說 在我意識到 我仿佛在做的跟特務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我唯一能夠說服自己的 也就是說 嗯 我們是帶著對於別人的生命 一個非常老實的敬意 對 去接近他 是因為我們對於別人的生命 以及別人的苦難 還有別人的歡愉 對 苦難裡頭還是有歡愉的 對 就是說 對於這些東西 帶著很虔誠而老實的敬意 所以讓我們想要去穿越表象 嗯 捕捉到那些 戲裡頭很難說 說破的東西 是在這樣子的心情底下工作 所以如果你們讀我的那一篇 覺得他好像很細句話 對 但是事實上 嗯 每一個句子 包括我說他很愛做夢啊 喔 等等等 那些其實都是他自己在日記裡頭講過的 他會很想念他上課的時候 躲進房間裡頭對著鏡子哭啊 因為鏡子上面有不要停的照片 對不對 那些東西都是 讀了他的日記之後 消化成為 比較 就消化成為 大家現在看起來彷彿流暢的敘事 剛剛真的是會 嗯 等一下 再請我們志工來幫忙 解釋一下 剛剛 那個說 問說剛剛這個 喔 沒有還好 就是附近的居住 就是說 有聽到聲音好像有人集會這樣 然後 然後就是他們只是就 過來也有人報案 他們就一定要來了解一下 什麼狀況 把回報這樣 這樣講就對了 我們每個禮拜五都集會 對啊 對 我跟你講喔 那個很多人他如果發現有人集會這樣 發現有人集會就很奇怪往去看 對 那不然有人集會就很有正義感的 暴擊 對 非常不一樣的 對 非常不一樣的 對 好 那 還有沒有 有人有 問題一定要 提出 或者是說 我覺得我今天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 需要做一點 回憶 有嗎 這裡 謝謝 謝謝 我有看了一下這個書 我覺得還有一個 我在想說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是說 目前這些 我們說受難者的家屬 就是說 已經有一些 這樣子的 被訪談出來 然後 其實我一直很想看到說 那個 比方說 也平時說加害者 就是說 當時他們 他們站在法官 或者警察官 或者他們行求的那個位置 他們可能現在年紀都已經滿大了 然後他們的後代 就是說 這些法官不曉得會不會有一天 然後 就是 就是 就是覺得自己在這一輩子 好像做錯了什麼事情 然後 然後他必須要 必須要 必須要怎麼樣去 去離谷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 我 這是第一點我想講 就是我覺得如果這個東西出現 我覺得那個會 會對台灣的歷史更精彩 然後第二點是 那個我突然想到說 其實這個有點 距離有點遙遠 不過我覺得還是有關係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在聽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 其實物名除了那個 被破壞這個部分 其實還有很多 其他的部分 比方說像經濟上的破壞 我第一次說 那時候 從日記時代到 到國民黨政府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 不公義的財產的轉移 我們現在比較知道的 可能說 連站的家族 或者誰的家族 有很多 或者國民黨的黨產有很多 其實是日記時代的接收 然後那裡面其實也有很多 不公不一的現象 然後 我的意思是說 那種 那種東西就像你剛剛講說 在學運的時候 那個幽靈一直漂浮在台灣的上空裡面 這個是政治 或者坐牢的裡面是一部分 那我覺得在經濟上其實也是 就是 就是現在有很多 就是從 那個 我們說轉型真正 或者說在那個時候 接收的時候有很多 顧家 或者說連家 他們 他們的那個財產的那個 然後我覺得在台灣 其實也是 也是漂浮在上空 就是說 這些事情我們其實也 也一直在往前看 或者往金錢看 就是說 好像這個事情其實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一個 一個 不管是 不管是國民黨黨長 或者 我的意思是說 黨長我不只是在講那個錢的事情 我是說那種精神上 如果這件事情沒有解決 我覺得那個 那個幽靈還一直 一直籠罩在台灣的上面 其實 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 我剛剛在聽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 我的 我的主婦 或者那個 其實在 日記時代到 國民黨政府的時候 其實是既得利益的 可是我一直在想說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是不是應該去反省這件事情 就是說 這東西對我 我的生命 或者說 對我的 那個 那個精神上 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樣子 我講了一點 畢竟還不曉得 那個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這個 加害者的部分 那其實我覺得說 包含其實 真書會長期在推動 就是說 因為我們從南非的經驗裡面 其實也看到說 過去比如說 南非在這個種族隔離時代 那後來 也有這個 真相與和解的這個 委員會成立之後 其實 我們看到 因為其實 過去在推動轉移政議 其實一直說 好像 尤其是國民黨這一方 然後我一直不斷提出說 大家要往前看 然後 甚至說 大家要 要和解 可是和解的 最重要的一個前提 就是真相的 造詢 那真相的造詢 那真相的造詢 除了剛剛 我們比如說 在這個遺書 福法宋達遺書 這裡面的這些東西 一些史料的 就是從 我們說是從這些 國家暴力底下的受害者 這一方以外 另外我剛剛提到的 加害者 那一方 其實是需要 被敘述到的 那我 我其實 很同意 你剛剛提到說 那 比如說這些法官 或檢察官 他的後代 或者現在 仍然 活在這個 如果還活著的 這些老的 威權時期的人 曾經有 比如說剛剛 一系列一排這些 法官 判這些 政治執行的人 我是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想 那我知道 現在很多 判死刑的法官 是怎麼想的 那 現在 判死刑的法官 就是覺得說 他們在扮演 我覺得他們 某種程度也在扮演 上帝的角色 就是說 的確看到很多 所謂 罪證確鑿 的這些人 是該死的 那 過去的政治 死刑犯呢 何嘗不是罪證確鑿 我只要把你 避打成招 全部都是罪證確鑿 那 先 先打完以後 就有證據了 先 先審 先逮捕以後 就會有證據出現 那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是不斷的 要去找 真相的那個過程 那 可是有很多 我們在台灣 其實在 比如說在司法 這一塊裡面 其實我們 還沒有真正 可以扮演 其實因為 法務部 我要講一下 特別要講一下 法務部這請人 一直在推動所謂修復式正義 大家有聽過這個東西嗎 修復式司法 就是所謂加害者 跟被害者之間的一個 和解的過程 應該就這樣講 可是這個過程裡面 通常法務部 只講原諒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什麼 被害者原諒和加害者 可是其實修復式司法 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 它跟這個 轉型正義有非常很多 雷同的一些概念在裡面 可是 就跟轉型正義一樣 當修復式司法 修復式正義 都只談和解 原諒 可是其他都不談的時候 它就不是所謂的修復式司法 那 在 尤其像 修復式司法 在紐西蘭裡面 是一個 他們是做的一個 比較扎實的一個國家 就在它司法系統的部門 可是台灣並沒有做得像別人那樣 可是 政府只要把他們 喊出一個修復式司法 這個口號 的時候 就感覺好像都已經做了 那我覺得轉型正義 同樣 就是說 加害者 這個 到底要去 其實我覺得 連找出 現在都是最困難的 然後就還不要先去談說 加害者怎麼去 或者加害者的後代怎麼去看待 因為有可能後代根本不知道 上一代幹了哪些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 歷史的真相 要看要怎麼樣去慢慢發援 那國家 機器裡面 它 政府其實要負起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現在 由這個民間的真書會 他們其實扮演這個很重要的 推動的角色 可是我覺得其實 在整個我們 一般社會大眾裡面 我們其實要更 有更多的了解 那才能幫助說民間 來推動這些東西 推動要求政府要來做這些事情 我簡單回應到這樣 不知道 要回應到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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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大家都會 都會夢想說 有一個拍攝恐怖的知情者 對 他 他在那個體制裡頭 掌握了非常 自己本身體經驗了很多事 他也掌握了大量的檔案 對 然後他良心發現了 他也要把它說出來 那 確實我們對於白色恐怖的 認識裡頭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恐怖 對 就是說 嗯 這個國家機器 對 人性化運作過程 就是在那裡頭的人 執行這個國家意識裡頭的人 對 然後 這個意識的流程 這個國家意識的流程 以及這個人在這個過程裡頭 他有沒有過掙扎 他有過嗎 或者是說他 曾經是怎麼樣相信 他的工作有意義 或怎麼樣 至今 然後 重新 我重新評價他的工作 跟重新評價他曾經信仰的這些 國家主義的教徒 對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不免有那樣子的幻想 對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想像沒有辦法通過 個人良心的啟動嗎 我 我 我可能想像有一個這樣子的人 如果 如果有的話 嗯 那也不是我們可以想的 比如說以南非來說 這些所謂當 當初 那個 當初的加害者為什麼願意說 是因為制度逼他們要說 對 你設計了一個制度 要他們公開的說 他們才可以 免罪 你只要說了 全部都說了 對 那 你就 你就可以免 你就可以除罪 那他當然會說 你不說 那你就必須要 嗯 你就必須要面對什麼 以及 你要付出相應的代價 對 那現在我們根本沒有這些設計 聽起來就不太可能 對 那台灣的困難就在於說 我們甚至都沒有辦法去談論說 要把這些人 要創造某一種制度 把這些人逼出來講真話 對 就是 我們到目前為止 整個 政治的氣氛 好像都沒有辦法好好的逃避這件事情 對 那 這到底怎麼回事 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對啊 好 OK 那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那我們必須要在這邊 做一個結束 那我想說 也許大家 待會可能 你也有一些想法 那 我們待會可以在結束之後 大家還是可以在彼此的交流活動 那 很重要的就是說 呃 下個禮拜的活動 好 然後還有這個 我們 欸你剛剛有介紹這本嗎 有 一本多少 兩百倍 兩百倍 一本兩百八十元 對 一本兩百八十元 那 那 那 好 那所以 待會 然後你如果已經有輸的 我還是可以 歡迎你 也可以給有一些小額的捐款 來贊助哲學經紀錄 畢竟 我們不是每個禮拜都會有警察來關切 對 那 全台灣的哲武 大概也只有台中的哲武 是唯一被警察關切的一個哲武 那 大家不要擔心 齁 雖然被警察關切 下個禮拜我們還是有 所以你下禮拜還是要來 不要擔心這個國家的機器會來做干擾 好 來 我們那個太陽主持人要接到下禮拜 對 那個不好意思我剛才已經先 有先卡位已經預訂了一本 所以現在是剩十四分 大家冷靜 讓我聽完那個 先聽完我想下禮拜的主題是什麼 下禮拜我們要講台中的農業跟違章工廠 那題目是就是違章工廠的暗生群仇 所以這也蠻值得聽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 你知道禮拜五有空都來 我記得之前我還有那個哲武的朋友就是說 反正就是直覺式反應了嘛 我就是人到這邊 然後 題目是什麼 就怎麼樣 就專心聽 然後好好想一想 動動腦肌 然後信用什麼樣的想法 也在最後Q&A的時候把它分享出來 然後副單一題就是大家先刷招 最後一件事情幫他講完 好 就是其實現在呢 那在4月8號開始 在台中的朋友 在中國醫藥大學的藝術中心 也有一場由這個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他們其實也辦了一個 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的特展 那有興趣的朋友的話 也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在那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有這樣的訊息 他到這個5月份左右 5月8號左右一個月的時間去進行 那再度謝謝各位今天來參與 今天這一場 記憶還是遺忘那個恐怖年代的死刑犯 我相信其實很多東西是記在心裡面 因為你記得這個過去 你才能夠有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好 那我們等一下那個獎子還是會在現場 然後買完書的朋友也把握時間 可以跟他有些什麼樣想好 然後可能想要親自告訴他 你可以利用剩下的時間來去進行 那謝謝各位 我們可以開始自由活動